复理箱发生死亡意外 两名村民上山载运肥料时 经过桥边下坡路段时 擦撞到护栏 接着连人带车坠落河床 而经过一夜有野狗对河床狂吠 路过的民众觉得不对劲 巡线发现车祸意外 但两名男子已经死亡 而玉里分局表示 持续搜证厘清 全案依规定受理 大批锦烧志祺在桥边 因为有民众报案 一辆农用搬运车从桥边翻落 驾驶和乘客躺在河边一动不动 警销人员到场搬运车 已经整个撞坏 两名男子躺在车子旁边的河床 全身僵硬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消防赶紧出动吊车固定单架 要将人救上岸 但是两名男子身体 已经有多处擦撞伤 加上碰到河水 又经过了一夜 警销人员连移动他们都有困难 那警方到达现场 然后查看现场为石牌山区的方载轮桥 而桥面上的护栏有撞击痕迹 桥下有一台拼装车 车的两旁逃过两位民众 经检是已经死亡多时 案发在花莲复里乡石牌山区 根据了解 两名死者分别是50和60多岁 都是石牌村村民 7号他们开着搬运车到山上仓库 要载肥料下山 经过方载轮桥时 疑似因为下坡失控 先擦撞到桥边护栏 接着连人带车 摔落五米高的桥 直到隔天一辆货车经过 司机听见野狗对着河床狂吠 循着声音才看到两名死者赶紧报案 而警方立即的封锁现场 并调查相关机证离清案情 报警花莲地方检察署相验 那本汉一非道路A1交通事故受理 在肥料上山 结果半路擦撞护栏 衰落河谷断送自命 当天家人等不到两人回家 没想到是发生意外 从此天人有格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